我真的覺得很離譜耶 原住民學生要考試的 你們竟然沒有報名 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他們將來考試升學加分的問題 原住民足以認證考試 10月26號報名截止 因為初級跟中級考試 將連帶影響國高中學生升學考試加分 而學校作業疏失 台南市民德國中有7名原住民學生來不及報名 台南市議員古木哈舅30號質詢時 要求教育局追究校方責任 並協助補救 認為校方不重視原住民足以認證考試 才會出現忘記報名情況發生 原住民學生要報名足以認證 學校竟然發生預期還沒有幫學生報名的疏失 古木哈舅覺得非常離譜 也跟原民會聯繫 希望給予協助 原民會回應將專案處理 讓七位學生補報名 我想我們不會因為大人的疏失 影響到孩子們的權益 所以這個案子我們會專案來處理 讓這些孩子能夠不報名 其實每年在報名期間 原民會都有辦個縣市的說明會 也都有透過我們的承辦單位 跟每一個學校做聯絡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做這樣的防備的措施 那今年還是發生這種事情嗎 可是覺得很遺憾 台南市參加原住民足以認證考試 通過率是全國第一名 更達成了十連霸紀錄 沒想到這次居然出現校方 未在報名截止日前 幫這七位學生報名 顯得有些諷刺 議員古木哈舅要求教育局 加強學校內部行政管理 避免類似事件再次重演 記者是顧台北市採訪報導 多大